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, 宫是迷你剧集《奇迹的女儿》导演郑文藏金代剧中演员连于涵, 黄邓辉到家宫出口区男子园区举办特应。 该剧描述1970年代女工的故事, 连于涵扮演个性浩强的纺织场领班, 戏外她特地找家教苦练台语台词, 透露原先最想让外婆看到自己演出, 没想到外婆却皱视, 无缘看到该剧播出, 让她十分遗憾。 连于涵耿叶表示, 当天她身上洋装也是从外婆衣柜翻书, 希望带出老年假来看戏。 黄邓辉剧中饰演善于讨好上司的纺织场主管, 他开玩笑表示, 角色好色这点跟他差异最大, 这部分我可能需要做功课, 研究好色的人心态是什么? 比如他有看到哪个妹的时候, 他在想什么, 算计什么? 导演郑文堂表示, 为让观众感受到七十年代台湾社会的环境与氛围, 剧组克服许多困难, 也花很多时间搜寻场景, 道具, 像是剧中的裁缝机, 公车, 打档车都是古董机的, 拍摄时甚至常会突然熄火。 郑文堂也坦言, 现在拍时代剧非常难, 主要是因为当时文物都没有被保存, 包括生产戏剧, 台湾不太保留历史文物, 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把它丢了, 建筑物和地景也不断改变。 奇迹的女儿导演郑文堂, 又起, 演员连于寒, 黄邓辉出席特应会。 公示提供, 连于寒, 中, 穿外婆洋装, 出席奇迹的女儿特应会。 公示提供, 我经营出席特应会, 您的 hostage soph尔合, 感谢观看